大家好,我是阿忠 今天去超市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把童蒿 童蒿被誉为黄奇菜的美称 可想而知,它的营养是有多丰富 所以我们趁这个季节,童蒿便宜,多吃一点 童蒿对我们的身体好处非常多 今天我们用童蒿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 去饭店都吃不到,清淡味美,少游游健康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用刀把童蒿的根部给它切去不要 然后放到一个大点的盆中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这样可以给童蒿进行一个消毒杀菌的好处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水 下手给它洗一下 洗去童蒿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童蒿洗干净控干水温之后 放到案板上面给它改一下刀 切成三公分的长段 叶子这个部分,稍微给它切两下就可以了 放在一个大点的盆中 用手给它抖散 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这样可以锁住童蒿的水位 使我们蒸出来的童蒿颜色更加的翠绿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把每个童蒿上面都均匀的沾上一层食用油 搅拌均匀之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清蒸童蒿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一包蒸菜粉 如果家里面没有蒸菜粉的话 我们也可以加入面粉和淀粉 比例是1比1 分少量多次的添加 边倒边用筷子搅拌 尽量把每个童蒿上面都均匀的裹上蒸菜粉 最后我们一直给它焯拌成 像视频中这样 每片童蒿上面都均匀的挂一层白霜 像这样就可以了 松松散散的一点也不沾不坨 接下来锅中水烧开 放入壁子 再放上一层隆屉布 最后把拌好的童蒿上面给它蒸一下 放进来之后用筷子均匀的给它摊开 这样让它熟得更快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上汽即时蒸3-5分钟 时间到 关火 不需要焖 直接打开盖子 真的是太漂亮了 颜色翠绿翠绿的 一股淡淡的童蒿清香味扑鼻而来 真的太香了 看一下 非常的松散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盛出 倒在一个干净的大盆里面 趁热用筷子迅速的给它抖散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松散 不粘也不妥 颜色非常的漂亮 翠绿翠绿的 抖散之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一旁稍微给它冷一下 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调个料汁 加入一勺蒜末 一勺红椒粒 一勺青椒粒 一勺白芝麻 一勺葱花 再加入滚烫的热油 激发出它们的香味 下面我们调一下味 加少许的生抽 适量的食用盐 两勺鸡精 香油 少许的米醋利口 好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勺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把它浇在我们正好的铜奥上面 再次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真的是太香了 忍不住了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真的是太好吃了 铜奥吃起来鲜香味美 特别的脆爽 尝一口根本停不下来 好了 像这样一盘非常好吃又营养的清蒸铜奥 我们就制作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颜色非常的翠绿 一点都不沾不妥 根根分明 清淡味美 少油又健康 而且吃多了也不上火 铜奥这样做 大人小孩都是抢着吃 既当饭又当菜 非常的美味可口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有时间试试吧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一拌一蒸就搞定 比大鱼大肉还要香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清蒸铜奥的小技巧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感觉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多诺您发财的小手 帮忙评论转发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dolescents